13号台中发生这么一起疑似消防队员 为了清除蜂窝 结果放烟雾引发大火 而烧毁三栋民宅的意外 责任归属到现在都还在调查厘清当中 不过屋主出面指控 她说当天有一名女消防员呢 在灭完火之后 立刻是把火场当成背景 和其他的男队员自拍流涅 我们也询问了消防局 这才解释 这一名女队员是因为呢 6月20号才结训 第一次出勤就碰上了直属教官 才会兴奋留影 却忘了外界观看 铁平屋火才刚扑灭 女消防员消防衣都还没脱 就从口袋拿出手机 三步并两步靠到男消防员旁 咔嚓咔嚓开始自拍 再看一次 女消防员高举手机 巧好姿势 和男队员开心照了四张 但问题就在后方三栋房子 才刚被火烧光 女消防员就这样子当背景搞自拍 这样好吗 却在附近自拍 对我们家属来讲 好像是一种 一种思想上或是行为上的霸凌 时间回到7月13日 当天消防队货报 协助清除骨头蜂窝 一次释放烟雾 导致三栋民房起火 消防队员奋力救火 火势扑灭 却有女消防员在火场自拍 那我不知道说我们家被他们消防队员的蔬石烧掉了 那他现在目前在胜利什么 这名搞自拍的女消防员到底是谁 70年次的她6月22号才刚结讯 第一次出动救火 碰到直属教官兴奋的合照留念 却忘了屋主和外界的观感 消防局解释早上接近10点出动灭火 而自拍时间是火势扑灭后的11点40几分 男女消防队员自拍不至于影响情务 但在火场拿手机自拍 难免让受汗的屋主很不高兴 最后是联员兵张俊栋台中采访报道